現在正值嚴嚴夏日 號碎會增加與高溫相關的疾病風險 在不知不覺中威脅人體的健康 還會增強許多常見藥品的副作用 近日美聯社發文章提醒民眾 嚴熱的天氣可能會損壞 像胰島素等需要冷藏的藥品 也可能會導致吸入氣一類的醫療器械發生爆炸 還會導致像腎上腺素注射器等 醫療器械發生故障 游機的藥品也可能會變質 文章建議消費者注意 與高溫和藥品相關的常見問題 並了解解的辦法 第一 高溫下哪些藥品可能會引起問題 降壓類藥物會降低血液中液體的流動性 可能會導致脫水 用於治療心臟病的β受體阻滯劑 可能會減低流向皮膚的血液 降低人體對高溫危險性的感知能力 一些抗抑鬱類藥物 會妨礙人體保持良爽的能力 阿斯匹林和其他非處方類止痛藥 可能會降低人體體液和鈉的含量 令人體更難應對高溫 除此之外 高溫和藥品副作用結合在一起 還可能會導致頭昏和跌倒 法羅里達大學醫學院的藥劑師 布拉德利·菲利普斯說 涉取酒精會增加高溫危險 菲利普斯建議民眾經常飲水 保持體內水分充足 不要等到口渴才飲水 因為高溫條件下 身體對缺水的感知能力下降 所以要主動保水 文章還提醒大眾 因為一些藥物 比如抗生素 抗爭菌藥 和座瘡藥物 可能會增加人體對陽光的敏感性 導致烈日之下出現皮疹和曬傷 侯斯頓貝勒醫學院的家庭醫生 任博士說 如果你正在服用這些藥物 請盡量留在陰涼的地方 或者穿防曬衣物 或者塗抹防曬傷來保護自己 避免直接暴曬 第二 熱天旅行應該如何保存藥品 通常藥品應該存放在陰涼乾燥的地方 除非需要冷藏 但是旅行時可能面臨挑戰 如果坐飛機旅行 最好將藥品放在隨身行李中 以防托運行李時熱誤或者丟失 並且貨倉的溫度可能會太冷 不適合保存藥品 第三 郵寄的處方藥如何版 郵寄藥商有責任在儲存和運輸過程中 將藥品保持在安全的溫度下 一個保險的做法 是將溫度敏感類藥品 包裝在帶有冰袋 和溫度監測器的特殊包裝中 但是現實情況 都不總是這樣的 任博士說 如果你不得不整日工作 或者外出度假 但是又扣了藥品 你肯定不希望 讓藥品在攝氏38度的烈日下 放在外面曝曬 如果你認為 又扣的藥物 因為高溫受損 請及時致電藥商 報告你的擔憂和藥品問題 第四 要更好地了解高溫對藥品的影響 是否需要更多研究 答案是肯定的 美國和澳洲的研究人員表示 一些關於高溫影響藥品的常見警告 並沒有大量的科學依據 斯尼大學的奧納簡發現 世界衛生組織列出的11種 與高溫影響有關的藥物類別中 只有4類獲得科學支持 他建議消費者改變行為方式 而不是改變藥品來應付高溫 比喻儘量遠離高溫 避開高溫的危害 麻省總醫院急症室醫生 雷尼·薩拉斯表示 隨著氣候變化的加速 有必要清楚地知道 哪些藥品在高溫下最危險 他說 我們暫時還沒有答案 但是我們需要迅速地找出答案